我们大概都听过 摄腹腺肥大这几个字 而我们也相信呢 很多到泌尿科去求诊的男性朋友们 也都是因为这样的困扰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 为各位邀请到两位组织医师呢 台北医学大学复射医院 泌尿科的组织医师 大家好 我是泌尿科张景清医师 大家好 我是北医泌尿科戴定恩戴医师 摄腹腺的位置是在尺骨的后面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摸 自己的肚子的话 摸自己的小腹其实是摸不到摄腹腺 因为它在骨头的后面 摄腹腺的大小大概是像核桃大 或者是鸡蛋大 那这是一个介在于膀胱跟尿道之间的一个器官 那其实我们如果要摸它的话 最近的距离是从肛门 像摸痣疮一样 手指头伸进去 那往前面顶 就会摸到摄腹腺 所以如果是病人 自己要摸自己的摄腹腺 其实是蛮难的 那我们在诊间 我们医师会用手指头去摸 做进行所谓的肛门止诊 去摸摸看色护腺的大小 跟有没有肿块 那如果是色护腺肥大的话 一直忍耐一直忍耐 它会越来越大吗 刚才说到 色护腺的肥大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雄性荷盟 刺激色护腺 那色护腺的养分来源 就是我们的雄性荷盟 所以如果把肥大放着不管 那雄性荷盟还是会继续制造 所以色护腺它会随着时间 还是会继续肥大下去 然后甚至如果造成排尿症状 那有些男性他没有来求诊 没有来就医 然后一直忍着 那之后呢 这个色护腺的肥大 它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造成排尿的时候 阻力越来越大 这时候他的症状也会越来越恶化 甚至造成 严重的密尿道感染 血尿 然后尿不出来 整个膀胱功能丧失 第一个 我们的色护腺肥大的治疗 是依据症状 有一些病人 常常病人会问我说 哇我的色护腺大小是60克 一般人的三倍大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其实是不一定的 我们是依据症状 当症状是轻度的时候呢 就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的治疗指引 是建议做追踪观察 那追踪观察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 定时喝水 然后规律的排尿 然后不要憋尿 再来就是均衡饮食 然后甚至可以摄取一些保健食品 像是茄红素 或是一些棕榈液的分泌物 那当症状比较严重 到了中度甚至重度 开始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除了刚才的一般的日常生活照护之外 我们会加上药物 第一个是让第一线的治疗 是让色物线放松 这是甲心除断剂 这一类的药物的副作用 如果发生的话 可能是会有姿态性低血压 所以病人可能在突然改变姿势 比如说从我现在坐着站起来 或者是从床上起身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晕 这个是姿态性低血压 那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 就是让病人在晚上睡前吃 所以吃了之后赶快躺着睡觉 那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第二线的治疗是刚刚提到的就是降低男性荷尔蒙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男性荷尔蒙的下降 那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像类似女生更年级的症状 比如说骨质疏松 或者是他可能性欲会下降 活力会下降 不过基本上用到第二线的治疗的病人 年纪都可能较大了 所以他可能对性欲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比较可以接受这样的副作用 那基本上这些药物都还算安全 现在大部分进行的是经尿道的前列腺 色护腺刮除 怎样的病人需要做色护腺手术 通常是色护腺肥大已经到 尿不出来 放过尿管拔除之后还是无法解尿 或者是说他的色护腺肥大常常造成血尿 泌尿道感染 然后甚至造成了尿排不出来 影响到肾脏功能 膀胱有结石 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做到手术的病人 也就是属于色护腺肥大严重的症状 超过80克以上的时候呢 建议是做一个雷射的挽除术 或者是开腹的传统的开腹手术 那如果是在30到80克之间呢 目前第一线的治疗建议是做电刀的刮除 那有些病人他可能是无法麻醉啊 或者是说年纪比较衰落 然后或者是比较容易流血的病人 这时候也可以考虑做雷射的色护腺手术 那色护腺小于30以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色护腺和膀胱颈的切开术 这样就可以让尿道扩张 会让病人的小便也会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电刀刮除的话大概是住院4天3夜 然后如果是用雷射的话 大概可能是3天2夜 不过这都是依据病人的血料情形和恢复情形 来做调整 健保妇吗 电刀刮除分成单级电刀 双级电刀 这目前都是健保有给付 然后就雷射而言的话 雷射这项器材的话 健保目前是没有给付 属于自费的品项 那大概要花多少钱 大概就雷射的话 费用在每家医院不等 可能到13到18万之间 随着不同的雷射 不同机型 会有不同的价格 刚刚提到的是一个 我们比较常规在使用的方法 那另外在本院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结合心脏内科跟放射科的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方式 那这样的话是说就经由血管去的治疗 我们去阻塞那个通往摄护腺的动脉 让摄护腺得不到这个血液的这个供应 让摄护腺可以缩小 所以这个是用通常会使用在这种麻醉风险非常高 年纪非常大的病人 但是摄护腺又不得不处理 这时候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置 不过因为这个是需要跨团队 就是跟刚刚提到的就是心脏内科跟放射科 然后密尿科多团队的一个合作